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我国将继续检讨政策 应对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的影响 是的 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说 这是因为之前对气候变化的预测 没有将南极兵架可能倒塌所带来的影响考虑在内 新加坡应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对策 参考依据是2014年的一份联合国评估报告 这份报告预计 到了2100年 全球海平面可能上升多达一公尺 我国将根据2022年发布的新报告调整策略 国务资政张志贤在显核石油公司举办的 共创未来论坛上致辞时也说 目前政府正在探讨如何能进一步采取填钛 建造防波堤等预防措施 张志贤说 及早规划逐步落实举措将能让成本分摊数年 国务资政策略 国务资政策略